你们家的床品有多久没换了 自从我们家贴置了一个新的智能控温床罩以后 我们家有新贴置了 这个枕头盒 这个被子 这个枕头可不是一般的枕头 它是野蚕丝护颈枕 它是根据人体工学设计 专门为了改善我们的睡眠和保护颈椎而生的 所以它这个上面才要一块一块的分区 枕头枕头 其实它不是来枕头的 而是来枕颈椎的 这个枕头枕颈椎的这个部分 是用慢回弹记忆棉作为材质 它与普通记忆棉的区别就是 它可以吸收掉一部分的压力和冲击力 反弹性不会那么猛烈 对颈椎的冲击力比较小 如果你喜欢养水 这个记忆棉的设计 可以让你的颈椎得到很好的支撑 而且可以让你的颈椎保持在身体最佳的高度上 也就是说躺下的时候 额头和下巴在一个水平面上 而我是一名侧睡选手 而且你可以看到肩膀很宽 普通的枕头就让我经常会落枕 我觉得它这个分区的设计非常的妙 我喜欢翻身滚来滚去的嘛 当我侧睡的时候 侧面的高度刚好可以支撑住我的颈椎 不容易落枕 那我这样滚来滚去也都没有问题 我一般侧睡的颗脸呢 刚好在这个空隙的地方 它可以有效地减少我的甲性皱纹的产生 各尽其用 我的伏肌 接下来就是这个大件 黄金碱蚕丝背 这个可是一般的蚕丝背哦 这个里面装的是市场上很少有的黄金碱蚕丝 而且比普通的双公碱蚕丝更细腻 它保证了蚕丝的韧性和长度都是比较高涉级别的 它这个布面我刚拿到手的时候 我以为是蚕丝的 因为它这个光泽感真的是很绝 后来我跑去详情页看了一下 没想到它其实是140支的新疆长绒棉 这个编织数越大的代表它越结实耐用 当然更重要的是这个触感 就是更轻肤细腻 那我们经常用的棉被 使用多年以后里面就有大量的死皮 满虫和满虫的尸体 想想就觉得浑身特别不舒服 那蚕丝背有天然的防满特性 那黄金蚕丝背呢 就更适合皮肤容易敏感的人群 爱长痘的人就更应该用了 因为自己能力更强 所以周期性的晒一晒 通通风就好了 一定要说惊艳到我的 还是这个被子的超级轻薄吐气 它保暖效果又很到位 盖在这上不仅轻柔 而且这个触感更是感觉自己是在 和皇家宫殿里面特别的奢侈 这个枕头是野蚕丝作为的 非常的耐用 抗躁 做被子的黄金蚕丝就更加珍贵 这家组合让我的身边环境 得到了很大的改善 如果你现在正在寻找一款 高品质的被子 我真心推荐你试着 这个黄金蚕蚕丝背 不仅在我家卧室 看起来就超级养眼 长在我的审美点上 而且整个质感都非常好 怪不得我时候都用黄金蚕 作为运用蚕丝 真的品质好 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看看 这件这个牌子 它们是在国内专业用蚕的 国货品牌 那么祝大家有一个更好的睡眠 那你有什么睡眠好 我也可以分享到评论上啊